嗨 妳好 歡迎光臨 一進門老闆娘熱烈歡迎仔細介紹各種服務 選定方案後 換上浴袍直接來到泡腳區 華麗沙發猶如置身皇宮 雙腳泡進溫水裡 先放鬆 沒燒神經 不只泡腳 還有腿部去角質 說好的洗頭呢 先等等 美容師從臉開始 一邊洗臉 一邊輕輕按摩 敷上冰冰涼涼的面膜 鎮定毛孔 美容師拿出採耳工具 仔細幫客人掏耳朵 掏完耳朵 還有頭部肩頸按摩 再來才真正要開始洗頭 完全不用移動身體 因為洗髮機關就藏在床下 先開床墊 水龍頭打開 水溫OK 躺著享受SPA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被稱作斷頭台 這圓弧形的設備 最大功能是洗脖子 但很多台灣人不習慣 會覺得癢 洗完頭後到座位上吹乾 總算大功告成 很放鬆 就好像把SPA跟洗髮結合在一起 到越南旅遊 月室洗頭是觀光客指定行程之一 受到這股洗頭傷機 越南老闆娘把具有特色的 月室洗髮搬來台灣 試水溫 月室洗髮在台灣的討論度越來越高 今天就帶大家一探究竟 揭開神秘面紗 老闆和老闆娘兩年前在台灣開店 沒想到意外的受到台灣人的熱烈迴響 現在疫情過了 看準家鄉的觀光以及經濟逐漸發展 他們也打算回越南展店 疫情後 越南成為全球經濟明日之星 遼闊海岸線沿海28個省市 對國內GDP貢獻率超過60% 各海域可開採礦產多達35種 美中貿易戰開打 歐美廠商離開中國大陸 往越南集中 成為中國大陸官場朝中的最大受益者 越南發展的蠻快的 因為現在我看那個經濟 越南的經濟 很多的國家會在越南發展 開工廠 然後做生意慢慢的往上 整個越南會發展蠻快的 所以我自己現在在香港那邊也開始找店面 老闆娘對家鄉發展的前景樂觀 的確 越南的出口有四分之三由外資創造 1985年到2021年 平均經濟成長率打6.33% 成績亮眼 但在這關鍵時刻 政治局勢卻發生路線之爭 進而動搖地產市場 而缺電危機也讓產業岌岌可危 5月底與中國大陸簽訂購電協議 也是2016年後 中國大陸時隔7年 再向越南輸送電力 包括富士康 包括三星等大廠都在考慮說 這個確定問題要怎麼解決 因為目前全東南亞包括越南在內 還沒有任何一家核電廠 沒有辦法去維持提供一個穩定的電力來源 印尼裔的彈大助理教授何景榮 剛結束印尼考察行程 對於印尼的變化很有感觸 印尼是東南亞唯一的G20會員國 又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 加上世界人口第四 它的內區市場本身就非常龐大 那印尼政府這幾年非常強調 它經濟的一個重要性 在過去的三年期間 其實東南亞一共有一億人是第一次上網 我們來到協助中小企業到東南亞落地 尋找當地網紅的大數據公司 業者說這幾年東南亞成為世界市場的重中之重 未來五年內整個東南亞的電商 或是social shopping的市場 可以達到1250億美金的一個市場規模 根據Google資料 東南亞數位經濟市場規模 從2022年1170億美元 到了2025年預計擴展三倍 來到3630億美元 網路銷售 旅行服務 線上音樂 車輛派遣 外送平台 平均市場成長率達到18%到36% 以國別來區分 印尼就佔總體經濟市場的四成 將近一半 全球為什麼會對這三個國家或是整個東協的市場 的未來發展有很大的關注 其實主要還是人口紅利 它就像十年前的中國 對於新的科技 對於很多外來的這些新的品牌 新的事物或產品去嘗鮮 以印尼為例 網路使用人數超過70% 電子商務總銷售額 十年間從1.4億美元增加到156億美元 成長11,143% 龐大的內需市場 靠的是人口紅利 我們現在是一位最大的經濟市場 而第二 印尼西亞的消費 是很穩定的 跟印尼西亞的270億人 他的勞動力算是非常年輕 在印尼零到14歲 他的人口比例是大概26% 那勞動力我們通常是講15到64歲 是68% 駕到印尼21年 在當地資產管理公司 擔任執行董事的賴痕家 觀察到 印尼勞動人口年輕化的背後 代表的是消費潛力 印尼他們大部分的文化是高調奢華 就是說如果他經濟上允許的話 他會比較願意去消費 其實大家好像我們在台灣聽覺得 印尼好像很 還是比較會開發國家 可是如果以印尼的首都 從大雅加達區來看的話 他的人口平均收入是 兩萬六千塊美金 2022年台灣對印尼投資947案 達2.36億美元 約兩千家台商企業布局印尼市場 印尼政府也減少外資進入阻礙 在過去五至三年 我們在印尼市場 都發生了一種 的投資法 我們開放了很多項目 包括台灣 疫情過後 由於印尼經濟本身 復甦的非常快速 所以印尼政府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呼籲外來投資 而且告訴大家說 特異的科技產業 外來的投資者持股 可以高到百分之一百 東協憑藉高度成長力的印尼 越南 泰國等國家 預計二零三零年後 將一躍成為美中歐盟後的世界 第四大經濟體成為不可忽視的新興市場 TVBS新聞 請用詳細的嫌隙王浩與台北採訪報導